提起 这个丝瓜还是很嫩的 炖着炖着炖着炖 朋友们大家好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最爱吃的辣椒 今天早上去地里摘了辣椒回来 今天我也不吃肉了 今天我介入一天 只是树的一个丝瓜 还有点辣椒 咱们做一个超级下飞的辣椒来吃 先把这辣椒板子去掉 来 这个辣椒 你看这里辣椒大大小小的有 辣的 这自己家种的辣椒更辣 然后你去买的话 当然这个鸡鱼去买的辣椒也辣的 但不是反击买的辣椒的话 就不好吃 没有这么好吃 所以 吃辣椒要趁早 挺新鲜的 我们这边一年吃上上百斤的辣椒 的时候是吃 你想一下一年365天 一百斤的话一天下来也是三两 一顿就一两 不多的 有时一顿都要吃半斤 丝瓜 今年的丝瓜是陆陆续续的有吃 你说剩有多的也没有 再说你说不够吃也没有 你说 就像茄子的话 有的时候 就好多好多吃的吃不完 没有的时候就没有 在丝瓜它吃的实际比较长 我感觉丝瓜一吃很长 今天两天三天就有一个 最好也不肯定贴的是丝瓜 提起 这个丝瓜还是很嫩的 辣椒就不嫩了 辣椒老老嫩嫩都有 这样切就坏得很糯 丝瓜不能切太细 不能切太薄也不能太厚 这个辣椒咱们切细细的 就只一半饭的那种 不要切大 对就是这样的 一开着辣椒就知道好吃了 红的要辣一点 轻的要没那么辣 比辣 但是说红的更辣 因为红它是熟透嘛 就说辣椒越红越辣 这个咱们配蒜就可以了 配蒜的话更香 而且要红蒜 红蒜比白蒜那个味更浓 咱们加油开始炒 先炒树菜 先炒丝瓜 因为炒辣椒以后锅都是辣的 油温烧热 下入丝瓜炒 这个丝瓜还是很嫩的 其实可以 本着更短 大一点点 吃的更好吃 这个时候的丝瓜还是太年轻了 还要足 好 丝瓜炒好成熟 加点点盐 加点点糖就行了 从锅里加油开始炒辣椒 辣椒油不能多也不能少 适量最好 再把一塞子的辣椒下锅 炒着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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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炒到辣椒里 然后炒到炖啊 炒到一碗鸡 炒到有什么 好的炒到辣椒 炒到辣椒 再炒到辣椒 再炒到辣椒 很香 烧热 不出了 太熟了 辣椒直接擀 把这个四块直接倒 辣椒直接淡饭 就是这么吃的 辣的好吃 只是一点辣椒 但是吃起来比肉还好吃 你看是不是 来吃瓜 有朋友说我以前不吃蔬菜 其实我们的辣椒就是蔬菜了 我不吃蔬菜也会吃辣椒 所以吃一杯很甜也吃蔬菜 蔬菜就是辣椒了 白鸡 这种最好吃 辣椒辣 这种辣也好吃 放 去炸点菜 吃瓜垂到了 辣椒倒不完 太辣了 有朋友说 这吃饭不用那么快 吃那么快累死了 其实 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吃饭慢了 你看 你会看我吃饭慢了 就是我不饿 或者不好吃 吃的快的是素面 这个菜非常好吃 或者非常饿 这三只鸡是一伙的 还有七只鸡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拉帮结派的 这三只在一起 那七只在一起 还有鸭子 剩下鸟子鸭子又在一起 鸡肉 肉菜感觉辣烧 还有这个食材比肉还好吃 真的比肉还好吃